到目前為止都土耳其南部的這個震災 並沒有傳出有台灣的這個受害人 那可能有部分的這一些 這個比較邊緣的區域 可能房屋受損或什麼 但是都沒有人有這個傷亡的問題 大家因為很關心土耳其強症的問題 那我們昨天第一時間就有請我們住外的同仁 還有我們在當地的僑台商朋友 幫我們充分了解 我們有沒有在當地的旅外 不管是經商或者是旅遊的這一些同胞 那到目前為止都土耳其南部的這個震災 並沒有傳出有台灣的這個受害人 那可能有部分的這一些這個比較邊緣的區域 可能房屋受損或什麼 但是都沒有人有這個傷亡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持續在關注跟了解 那我們也很高興今天有機會 台灣的這個救難隊可以馬上出發 前去土耳其來救援在黃金時段 儘可能的來協助我們這個土耳其的所有人民 來脫離這個困境 如果僑台包有任何的狀況 我們在當地住處 土耳其的代表處也都在第一時間 有保持高度的警戒 那我們也有都請我們的這些在地重要僑領 或者是我們的僑台商朋友 隨時匯報訊息給我們 我們在土耳其 土耳其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那當然絕大多數都是在這個伊斯坦布爾為主 主要的人數大概約100多人 剛好因為這個時段去旅遊的人還偏少 因為天氣還是寒冷 所以最近沒有旅遊團 如果是4月到5月 可能就會增加非常多旅遊團 所以目前我們所掌握的資訊是 並沒有旅遊團在土耳其遇到問題 那都是比較固定的 這個在當地已經比較久的台商 或者是部分在那裡工作的僑胞